第五波疫情 由第一波疫情到最初期的疫情到現在 我一直堅持一件事 你不應該把現實影響到你的生意 你繼續一成不變 你繼續留在自己的舒適區 其實你的公司不會有進步 疫情你永遠不知道何時會完結 如果你不改變 繼續買我的老婆餅 有生意回來就行了 可能到現在一刻 我有機會見不到我的店 作為百年老店的掌陀人 黃偉良一心希望將傳統老店蜕變 本身是會計師的他 幾年之前入股了恆鄉 除了希望提升公司的營業額之外 還希望提升唐餅文化的價值和地位 不正知恆鄉其實是傳統中式餅食的市場 如何宣揚唐餅文化 舉個例子 我覺得老婆餅是生日文心的 大家買酥餅 我會選擇的是過來恆鄉 吃一個新鮮出爐的老婆餅 好 皮蛋酥 叉燒酥 蛋黃酥 自然會想起恆鄉 例如說會不會有新的客群呢 始終客群一袋一袋下去 都有新的趨勢 都有新的變向 你就要想 會不會推出新的產品呢 會不會在形象上有新的更改呢 或者在拓展呢 又或者在一個銷售渠道上會不會有拓展呢 所以我首先由產品上的層面 我會拓展更多的新的產品 例如說最近可能這兩年都會比較熱賣的 是一個奶黃系列 我相信不同品牌都會出奶黃月餅 我又會想想會不會嘗試將奶黃月餅 放入酥餅行列 我亦都推出了一個叫流心奶黃的酥餅 其實嘗試我一個反應都比較熱賣 你都會見到客群就是 除了真的失禮新鮮買酥餅的人會 想嘗試這件產品 也會有一個年輕的一班會嘗試看看這件產品 老餅姦這三個字 令人聯想起前鋪後店的傳統營運模式 而在2019年黃偉良終於為公司打開了網上銷售的策略 一而令到生意逐步提升 當時剛開始當然你經歷了很多不同的問題出現 例如物流上你會有出現問題 在產品包裝上可能會出現問題 因為舉個例子 例如你把酥餅去做運送 其實很容易碎 所以你要逐步逐步去解決你發現的問題 或者在物流上你會見到我以前的物流 我打算自己去做 打算用自己的車隊去送 但其實因為我們中式酥餅的行列 就比較多是季節的影響 一到新年一到端午一到中秋 其實我們是很難預計網單上的增長 會否突然之間是負荷不來自己的廠況 或者自己的車隊 所以我也找了一些物流公司合作 大家合作的時候 就做回自己的強項方面 我專業的一定是造餅 即是我們的酥餅 我有自己的香港的廠房 他們的強項就是在於他們整個物流的團隊 在物流團隊之後 他們有整個系統化的運送模式 也有整個包裝模式 如果你去過一個倉庫見過的話 他們已經是差不多全自動化的一個倉庫 2021年第一次合作的時候 其實我就最簡單 將一些最基本的物流交給他們幫忙 我看到其實我們的合作都非常順利 不如嘗試一下會否再深入合作多一點 再下去就是2021年 即是2020年的新年 我們就將我們的整個網上系統 直接跟他們的系統做了對折 即是說其實是怎樣的 我只要我的網上系統收到訂單 我網上系統收到訂單之後 其實就直接可以去到他們的系統 可以下載到我的所謂的翻樓 你看到哪些是需要運送去哪裏 現在散卻了很多不必要的人手 我覺得疫情影響怎樣都會有 即是我覺得沒有疫情的 可能你的生意還更加會翻倍 可能上升得更加好 但是反過來在這一刻 你如何在第五波疫情自己走出來呢 所以我推動了 其實我今年自己做多了 這個新年我做多了很多東西 例如說我繼續做的線上推廣 我看到其實沒有 今年因為有第五波疫情 亦沒有了年銷 我自己主動就推出了一個叫做網上年銷的效果 在網上年銷的反應都很容易 即是大家都會見到 可能有優惠 可能會見到多一些新的產品 同樣時間 今年其實我又跟輕鬆小熊合作 出了一些新的線上的產品 那你會在本身之前 在第五波疫情流之前 其實我的銷量亦都非常之好 反而可能因為第五波疫情流 更加推動到整個網上的銷售 即是我覺得每一個行業都是 不僅止我們自己這個食等行業 每一個行業 如果你自己不喜歡這個行業 其實你到最後你會覺得是一種折磨 你喜歡這個行業的情況下 你就會想一直都推陳出身